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常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先充值 另外一个是直接购买 充值呢 比方说这个主题是59美元 我们充60美元 购买之后会剩1美元 如果是单独购买的话 同样这个59美元 我们购买这一个主题 这时候会产生2美元的手续费 实际上我们会花销61美元 主题的价格一般不会让你很纠结 如果要买一个插件 比方说是15美元 如果单独买的话 需要15加2就是17美元 或者是花20美元 购买15美元的插件之后 里面账户还剩5美元 这样会比较纠结 如果经常购买这些东西 建议还是充值 剩下的钱以后还可以用 这个渠道购买是有许可证的 也就是有license 相当于是个正版 不过这个license只能用于一个网站 也就是名义上的一个网站 为什么叫名义呢 我要和大家说第二种 获得主题文件的方法 购买过主题的同学 都可以给我发邮件 索取主题的原包 这个包是我购买了主题之后下载下来的 我可以用 我可以发给你 你也可以用 至少说目前和以前 一直都可以用 以后是否能用 这个还不知道 花59美元购买一个有license的主题 和使用我分享的那个主题 从制作方法上 没有任何限制 也没有任何区别 名义上就是多了一个许可证 如果说你做一个外贸网站 面向的是国外的用户的话 我建议你购买这个许可证 我估计以后会越来越多的主题 特别是卖的非常好的主题 会限制这一块 让你去购买正版 比如说上节课提到的 The7 这个主题 从5版本开始 需要这个许可证 添入进去 才可以导入demo 然后再现安装插件 那个Avada的做法 跟它不太一样 它是我先拥有了一个许可证 然后用这许可证可以创建API 这个API是一个相当于一个key 一串数字 然后用这个来注册Avada 注册之后的Avada 可以在线导入demo 然后安装在线的插件 再次声明 我提供给大家的圆码 仅供大家学习使用 关于是否购买license 许可证 我是这么认为的 挑主题之前先选demo 这个demo 这个演示我非常喜欢 并且我可以用 可以操作 也会用了 我就决定用这个主题 这时候再买许可证 假如是一个企业的话 你绝对不会太在乎这个60美元的 才几百块钱 对于没有许可证的网站 上线了 这个主题的作者是否能知道 你这个主题没有许可证上线了 这个我不清楚 也许他知道 如果是单纯的学习使用或者是练习 我想应该没什么 关于许可证 如果有什么新的变动或者变化 我在课程中会给大家追加 然后再说说这个新版本的问题 像这些主题 特别是比较流行 销售量比较高的主题 它的迭代速度非常快 有的一个礼拜就有一个新版本 比如说那个BE主题 有的一个月会有一次更新 每次更新都会更新特别多的内容 比如说Avada 关于这个新版本 我觉得和手机电脑是一样的 因为手机电脑都有一些新版本 会增加新功能修复错误什么的 网站修复的错误就更多了 比手机比电脑更要重要 更新方式一般有两种 先说一个常规的 就是从SIM Forest 已经购买的主题里面 那有一个下载 可以下载单独的主题文件包 也可以下载它这个完整包 这个完整包通常会比较大 主题包会比较小 有的是几兆有的是二三十兆 都不大 然后具体的更新方法到时候 以后我再跟大家讲吧 另外一个升级方法是主题的自动更新 比如说Avada主题 输入API之后主题是注册了 注册它就能够自动更新 按理说它应该是自动更新的 但是实际来看 它这个自动更新的程度 或者是成功率是非常低的 建议还是大家手工来更新 我给大家提供的那个圆码 放在网盘上 以后有新版本 我也会放到那上面 来顶掉旧版本 关于获得主题这块 应该讲的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新问题 可以给我评论 或者是单独给我邮件什么的 我再给大家做补充 这节课就到这儿 我们下节再见